審理的基本原則 一大堆東西 一大堆東西 到時候一個一個跟大家做介紹 那各論的部分呢 各論的部分主要談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 第一個跟你談法院的組織 跟你談法院的組織 第二個跟你談法院的人事 跟你談法院的人事 跟你談法院的組織 還有法院的人事 這就是我們法院組織法 約莫來講大的架構 大的架構 大的架構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學總 在一開始我們學總論的時候 我們學總論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你要特別注意一些原理原則的東西 原理原則的東西 總論的部分幾乎都是被送性的 它的重點再跟你講一次 等一下我一個再告訴你 它主要是原理原則的東西 原理原則的東西 它的重點 然後呢 各論的部分 法院裡面有什麼組織 以及它的人事 以及它的人事 尤其晚進公佈的那些法官法 法官法 這些東西 它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好 來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 架構在這裡 那我們先從總論進去 來跟你談法院組織法 法院組織法 來第一個 喔 來 從這裡話 法院組織法 第一個意義 好 在座大家齁 都年輕喔 都大選齁 我 letzt 人有些還在唸書 那你還在唸書齁 我請大家特別注意齁 每一個法律概念 因為我們是記售法國家 所以針對每一個法律概念 要不然就英文翻譯過來 要不然就德文翻譯過來 所以很難用什麼 妄文生意的方式去了解 如果你念法律的時候 你是用妄文生意的方式去了解的話 用自己對語感去了解這個法律 那是一個很危險的操作方式 你用這種方式念 我告訴你 你的法學會有極限 而且到那個極限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沒有辦法突破 你會沒有辦法突破 你會沒有辦法突破 從現在開始 既然走進我的教室了 走進我的法學教室了 那我請你特別注意 每一個概念 請你務必掌握住 它的定義 它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掌握住的東西 所以我在整理 在我任何一科的法學教學當中 我非常重視定義這個東西 好來 那法院組織法呢 在定義的了解上面 有狹義 有狹義和廣義的 兩種切入點 兩種切入點 一般而言 每一個學科 在定義一個概念的時候 就狹義的部份 一定是針對這個概念最核心的部份 好去做定義 好去做定義 廣義的部份是以核心為主 再拓展出去 把一些東西包含進來 那我們現在看狹義 狹義的法組 來 狹義的法組 指的是 就是 指的是什麼 這部 法院組織法 來 打開 就是你們法典上這部法院組織法 來 這邊 如果你要考收號 我要你背的是 什麼時候制定 什麼時候生效 什麼時候制定 什麼時候生效 來 看到第一條上面 自己看 自己看 把時間給我 法案組織法 什麼時候制定 很難嗎 有吧 給我數字 21年 然後24年 施行 等等等等等等 來 號碼 全部背起來 21年10月28 由立法院制定 但是喔 他什麼時候才施行通過 24年7月1號 24年7月1號 他才什麼 他才施行 他才施行 第三個顏色 並且經歷次修正 並且 經歷次 修正 的 法院組織法 21年10月28日制定 然後24年7月1號 施行 並且經歷次修正的法院組織法 這個法院組織法 就是狹義的法院組織法 狹義的 好就是我們這邊所稱的 狹義的法院組織法 好了嗎 這是第一個 狹義的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所稱的 狹義的法院組織法 可以嗎 好 所有教科書長 都跟你這樣講 吼 那萬一吼 你這邊兩組數字 21年10月28 24年7月1號 你分兩組計 211028 2471 211028 240701 可以嗎 啊你萬一忘記了 至少 拜託 你記這一組 你至少記一個數字 21年10月28日 所制定的 然後24年7月日公布事情 並且經歷次修正的法院組織法 這個法院組織法 就是我們狹義的法院組織法 可以嗎 那 好了嗎 好 接下來廣義 廣義我們剛剛跟你講 一定是以狹義為主然後去拓展出去 以狹義為主然後拓展出去 以狹義為主拓展出去 所以 廣義的 除了包含法院組織法之外 來這我先擦掉 除了包含狹義的法院組織法 它還以狹義的法院組織法為中心 拓展出去 好拓展出去 拓展出去包含這些法規 這些法規都是跟各論有關的法規 剛剛我們跟你講 各論談兩件事情 第一個談什麼 法院的組織 第二個談什麼 人事對不對 來 就法院的組織而言呢 有哪一些法規 有同學就在看一份補充資料對不對 那四個是不是 那四個是 我們先找比較大的 來 就法院而言的組織有哪一些組織 來就法院而言的組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來 來看一下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司法院下面所下俠的這些 具有 審判權限的組織有哪一些 然後這些組織的法規範 都是屬於 廣義的法院組織法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法院有什麼組織 來 第一個 司法院下面有什麼 有什麼組織 司法院下面有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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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審判權限的 司法院下面有哪一些 好來 如果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掌握議題的話 你看憲法77 你看憲法77 你看憲法77條 來打開來憲法77 憲法77 好了嗎 來 憲法77條 來 等一下我找錯 好來 憲法77條 要是不是告訴你 他說 他說 司法院 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掌理什麼 來畫起來 民事 行事 行政訴訟的 審判 以及什麼 公務員的什麼 公務員的懲戒 他掌理民事訴訟 行事訴訟 還有行政訴訟的審判 有沒有 還有公務員的懲戒 所以他為了掌理 來 對應出來 他掌理民事行事訴訟的審判 所以他裡面有一個法院 這個法院叫什麼 用什麼去掌握 什麼法院 一般給他一個名稱好了 先給他一個叫普通法院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的是 普通法院掌理民事行事的審判 但是 我們的法制上沒有普通法院這個名稱 那是學理上方便講 可以嗎 方便講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下面還有一個 行政訴訟的審判就有 行政法院 再來 公務員的懲戒下面就有 公務員懲戒文會 我們今天寫工程會 來 還有沒有 現在教科書有時候都沒有寫 房間準備考試的時候都沒有寫 那我就把 所有的體系給你 所有體系給你 然後再把法規放進去 這樣你在答這個題目的時候 一定會比人家心裡的 還有沒有 他施法案下面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具有審判權限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想不到 沒有 還有沒有 好 等一下再講 沒有 好 還有嗎 你的等一下再講 還有沒有 你 你私律要考試 試選贏你要選哪一個 對啊 要選制裁你跟他不熟 不知道 有一個法院叫什麼 是啊 你試選贏要選制裁 制裁法院啊 所有商標專利著作權的事情 請民行事的通通到那邊去 商標專利著作權 民行事 好 制裁法院 商標專利著作權 民事 行事 行政的 通通去那邊 你不要